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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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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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是同修地藏王菩薩本尊 那剛剛我們已經講了 這個地藏王菩薩有一個宴 就是地藏不空 士不成佛 地藏不空 士不成佛 那麼地藏王菩薩 他其實不只是在地藏 有所謂六道地藏 他其實在天啊 在人間 在任何一個道 都有地藏王菩薩 都有地藏王菩薩 那麼他有一個淨土 就叫做淬為淨土 一般比較少人知道 在淬為淨土 地藏王菩薩 他有一個宴 很大的宴 所以我們成為大宴 地藏王菩薩 就是地藏不空 士不成佛 那可見呢 他是最後一個成佛的 一般成佛是有三樣 三相 第一樣的成佛 是國王式的成佛 什麼是國王式的成佛呢 就是他先成了佛 聽不到聲音 也就是說 他先成佛 他先成佛 然後再來度眾生成佛 那麼這個方法呢 就是像最後生菩薩 最後生菩薩 釋迦牟尼佛 他已經先成佛 以後他再弘化度眾生 這是國王式的成佛 那麼一種呢 另外第二種就是 舟子式的成佛 就是一個渡船的人 渡船的 他是屬於伐船的 那麼坐在舟裡面的 坐在這個小舟裡面的 跟他一起到達彼岸 一起成佛的 就是說眾生也成佛 那麼他也成佛 這個叫做 這個舟子式的成佛 就是坐在船上 一起到達彼岸 舟子式的成佛 他成佛了 眾生也成佛 第三種呢 就是地藏王菩薩 這樣子的成佛 這個叫做牧羊式的成佛 牧羊式的成佛 是怎麼樣子 就是一般牧羊人 他是走在最後面 把所有的羊 全部趕到安全 成佛的地方 都成佛了 最後這個牧羊人 他才成佛 所以地藏王菩薩的偉大 就是說 這個地藝空了 那麼他才成佛 是這樣子的 那個在開悟的境界裡面 如果你真的開悟了 真實開悟了 那其實你就認識地藏王菩薩 就會認識得更清楚 對地藝也會認識得更清楚 所謂地藏王菩薩的焰 所謂的地藝 都是全說 全說 全 就是 全力的全 說 都是屬於全說 在真地裡面 在開悟者的心中 這個也不能講得太清楚 就只能跟大家講 這是潛語之說 潛語之說 那麼地藏王菩薩 他也是蓮花童子 我所知道的 他是金蓮花童子的轉化 金蓮花童子的轉化 剛剛我們在同修的時候 地藏王菩薩是有降臨 這個其實我們每一次同修 或者是做fire offering 師尊都有那一種結受 就有一種這個靈結 靈跟靈之間的這種感應 這種感應 那麼有靈結的時候 有這個 有靈跟靈本身的交會的這種情形 我們就知道 這是這個 佛菩薩降臨 像我們在念佛 我們現在每天晚上都有念佛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 都有在大殿裡面念佛 在大殿裡面念佛 念佛的時候啊 你只要想念阿彌陀佛 在你的眉心 或者 他很高大 很高大 這個全身金色的 阿彌陀佛的臉 他手中拿著金色的臉台 他的一眼印 然後 你觀想他 這個念頭一產生出來 你又在佛的聲音當中 大部分都 一般來講都是有相應的 都是有感應 都有感應都有下降 阿彌陀佛都有下降 所以我們的念佛非常好 每一次在大殿裡面的念佛 非常好 都有感應的 那今天也是感應到 地藏王菩薩來 所以我就欠請 地藏王菩薩 第一趕快空 第一趕快空 那你趕快就成佛了吧 不用那麼辛苦 還在第一裡面 這個度化 這個第一的 最糟糕的這個眾生 在那邊度眾生沒有意思 但是事實上在人間 我們看這個人間 真的 你每天只要打開電視 都是有很多殘忍的事情發生 都是有很多殘忍的事情發生 這個人心不辭 不卑 而且老是想要害人 而且還有這樣子的 無意識的害人 無意識的害人是怎麼樣的 他反正出來他就是準備要害人 不管你認識不認識 只要你碰上他 他就把你打死 他跟這些人沒有什麼仇啊 那些人被他打死那些人 也沒有什麼仇恨 連見面都沒有 他也狠狠的給人家打死 這個心 人心太壞 人心太壞 還有為某一種利益 他可以傷害人 可以殺人 有的人殺人 不一定用刀 也不一定用槍 用筆也可以 用筆也可以毀掉一個人 用嘴巴也可以毀掉一個人 用筆用嘴巴 其實那個都是屬於殺人 傷害人 我們學佛的人 不做這種事情 記得我們學佛的人 就是第一個學的 你心一定要柔軟 心要柔軟 心不用那樣子的剛強 不要那樣子的剛強 心一定要柔軟 像釋迦摩尼佛 在這個我們 大圓滿裡面的教法裡面 他也教我們這個人的心 要柔軟 要柔軟 就是學習哪一種謙卑 其實各個宗教都是一樣的 很多 像基督教也常常講到謙卑 要欠悉 要謙卑 不要太自以為是 有些事情 你弄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不一定像你所想的這個樣子 所以有時候 經常我們經常 要對自己 對一個修行的人 要嚴苛以己 你對自己要苛求 對別人要原諒 對別人要原諒 對自己要苛求 所以要有一個柔軟的心 一個謙卑的心 不要去傷害別人 所以修行 我們在修行的人 第一個 這個九次祭的生文聖 生文聖 他雖然獨自在修行 沒有度眾生 但是他主要有一點 他就不會去傷害人 這個就是生文聖 生文聖的話 所以大爺滿九次地的 第一個最初的修行 就是生文聖 既然生文聖 你第一個次地都沒有辦法做到 不要去傷害人 你都做不到 那就不是修行人 你不過是一個凡夫 不能講說你是修行人 修行人 是不會傷害人 所以 所以進到了菩薩的時候 他不只不傷害人 他還幫助人 他還去幫助人 這就是屬於菩薩 身文跟菩薩 都是大爺滿九次地的一個階梯 地藏王菩薩 本身就是有發菩提心 一直在度發眾生 包括最糟糕的第一道 他也在度眾生 是 是